盘点在千年血战片中出现的万简 铁拳断风 死神粉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梗 每当有新角色出现时 大家都会开玩笑 你能打几车拳戏 所以说拳戏的实力非常拉胯 也是被死神粉黑的最惨的角色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这位被黑的最惨队长的万简 在一户前往假面军堂的隐藏点询问如何掌握虚化时 画面最左边一位拉风的猛男 留着与其他山马特成员格格不入的银色短发 银色眉毛 穿着短背心 手上戴着陆织手套 就是本篇的主角 六车全息 全息的斩破为断地风 实际解放语为灰飞烟灭把断地风 实际的断地风会变成一把短刃 挥舞的尖气会变成绿色的峰之轨迹 并使触及到达人炸链 而他的万简铁拳断风出现在 灭绝师第二次入侵静明听时 全息为了救下了即将被S马斯克多马斯库林击杀的修兵 令语气交战 在不知道敌人真实能力的情况下 率先万简痛击敌人 靠背密系重创 万简后的六车全虎虎升位 伤半身穿着装甲 两臂缠绕着一圈履带 双手各持一把类似织护的短刃 铁拳断风可以把断地风的炸裂之力 挥拘到拳头上注入敌人体内 使敌人身体内部开始炸裂 杀伤力极大 可是就算这么强的全息 也就被认为战力拉胯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万简的全息和谁是一个档次的实力呢 欢迎留言讨论